国内无人机型号众多 但缺乏适用各种作物实际应用的参数 以及SOP可以供农民参考 而目前花莲农改厂已经建立了 乔曼应用无人机省工撒波技术 并与玉里杂粮班班长小健健、谢明健 以及杨振宇农友合作 青农小健健说 有了这台纸宝无人机 再也不会腰酸背痛了 国内无人机型号众多 也缺乏适合在各种作物实际应用的参数 或SOP可以供农民参考 目前花莲农改厂已经建立 乔曼应用无人机省工撒波技术 并与玉里杂粮班班长小健健、谢明健 以及杨振宇农友合作 那以今年的测试的成果来讲 用无人机的操作方式 省工是一定的 就是至少效率高了五倍以上 那在产量上用无人机的操作方式 就是因为杂草比较少 然后机器总是投放的 投那个撒波的比较比人工一定更均匀 所以整体的产量来讲 在无人机一公顷是一顿八 一千八百公斤 那如果是用我们有一个对照组 盥型人工撒波的 大概是一千两百公斤 这样所以效率大了很多 青龙小健健说 有了这台纸宝无人机 再也不会腰酸背痛 并且也说透过纸宝机推行 种植杂粮真的是双赢 年轻人返乡之后 再加上现在纸宝机 很多人都有考到执照之类的 那我们把它纳入 种植我们草脉当中 我们发现它很省工 又是很省力 最重要是保我们的腰跟我们的脚 还有一个就是它在试作当中 可能只花了十分钟 一公顷就结束了 经过这一次与农友测试之后 农友都相当满意 对于草脉应用无人机 撒波技术都表示 具省工实用性 以及对农友的帮助盛大 有助提升草脉产值 记者高双双玉女震采访报道